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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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蔡总统很哭闹 唉 资方意见这么多 工商大佬一直来吵 立委 拧嘴 一直喷口水 接下来我到底要怎么安抚资方呢 所以蔡政府接下来 就准备捧出最软的那一块 让企业老板好好的吃劳工豆腐 首先叫劳动部通盘检讨 放宽劳基法各项限制 开放责任制和弹性工时 接下来赶快通过派遣劳工保护法 让企业可以压榨派遣工 零食工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去敢跟老板吵架了 再来 蔡政府一定在想 最近会这么乱 就是因为劳工很爱组工会 吵来吵去 还有啊 像那些医生 学生助理 抢着要适用劳基法 所以我们对劳工立场要义 不可以让他们组工会 或是可以罢工 最后 蔡政府要以身作则 主动砍劳工一点东西 老板才会真的高兴 所以劳检不要太严格 改称辅导就好 年金总费率零零总统 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样老板负担就不会太重 蔡政府跟资本家联手 欺负劳工 吃劳工豆腐 劳工真的上门心中 自然的那一块吗 根本就是弄头金棍 真人刚好 今天是2017五一劳动节 是劳工的节日 我们一万名劳工上街头 就是要表达 劳工绝对不能再被看扁 再被欺负 蔡政府要继续年金收二 资本家继续压下劳工 我们就任他们 看不到啊 看不到啊 满脸豆花 好不好 好 请大家一起喊 劳工不是豆腐 劳工不是豆腐 给你满脸豆花 给你满脸豆花 劳工不是豆腐 劳工不是豆腐 给你满脸豆花 杀 杀 劳工不是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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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满脸豆花 劳工不是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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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